嗨 伊甸園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傍晚的時間 我們伊甸園的園主老媽 在我們的新園區 新園區種植果樹實在的這個區域 在除草當中 那我們的園主老媽看到他 眼前的這一顆無花果的跨果 他覺得相當的驚訝 看到沒有 這棵無花果 結石垒垒 看一下底下 還沒大顆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品種 這個無花果的植栽 它的果實不大顆 但是它的果實齁 有吃過有種過的人都分享 這一顆無花果的果實 是相當相當期待 那我就告訴各位 這一顆無花果的品種叫做 草莓維爾特 它叫做草莓 它成熟之後 它把它切開裡面 它的無花果的果肉 那個中很紅 很紅 很紅的草莓維爾特 口感說是很讚很讚 因為我還沒吃過 然後這一顆植栽 一樣枝條來自丁兄分享 我牽插成功兩顆 地質都到園子裡面來 兩顆都是掛過很誇張 那當然這一顆是最誇張 誇張到了我們除草的園主老媽 他停下來 看到了這一顆 那目前它的葉子釣 它釣葉子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新園區的水分的供應 不太能夠隨時登上 所以有些時候 實在是在比較缺水的狀態 所以它的葉子釣了 但是果實真的是滿滿的全部都是掛果 滿滿的喔 連底下這樣子起來的位置 我用手撥一下給各位看 也都是果實 整個一路往上 這樣一顆大小的植栽 少說最少50顆以上的掛果 50顆 但是聽說草莓維爾特屬於中小型果 中小型果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期待的一顆 火柿子 等一下我們的園主老媽 他又發現那一邊有另外一顆 那我就過去記錄一下 所以這一顆的草莓維爾特 真的是掛果超誇張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棵我只有兩盤一顆很好吃 那這棵我只有兩盤一顆很好吃 這棵我只有兩盤一顆很好吃 這棵我只有兩盤一顆很好吃 我們園主老媽說 那這棵我只有兩盤一顆很好吃 這什麼波雞紅 這就是波雞紅 這就是當初你在船頭 要死要死的棵 我想說放在那裡 就是快要死掉的那個植栽 波雞紅最一般普遍 因為後來我們跟園丁老弟 有討論過 我們這些國柱植栽的中間 都要兼職 那個五公尺的距離 最兼職兩顆五花果 所以我就順勢 將那一顆 快要枯掉的波雞紅 移到這邊來 結果波雞紅 為什麼會是經濟栽種最多的 因為它真的還蠻容易照顧 那我現在就讓它採下來 可以吃了啦 那我先採下來 採下來直接扭下來 因為它果餅有點短 果形不漂亮 但是園主老媽說了很好吃 果形不漂亮 那這一顆也是我確定品系的 就是波雞紅 那你就說你波雞紅種得這麼醜 因為它當初在那個盆子裡面 已經是淹淹一洗了 就是缺水 然後又好像有一些 那個什麼 桑天柳的危害吧 所以那個時候就決定 還是將它種下來 好 那我要在畫面再回到 我們剛剛的草莓維爾特的另外一顆 這一顆也是草莓維爾特 這一顆植栽比較高 那它的掛果一樣很多 看一下 都有缺水的症狀 那這是第二批次 你看 在園子裡面 風吹日曬雨淋 所以果實有一點都差傷了 但是掛果很多 所以品系是正確的 重點是環境還有照顧 地質長得很好 但是沒有溫室沒有往事 就是比較野放的一種栽種 那記錄分享給各位好朋友 這是第二顆草莓維爾特 相當棒的 好 最後我們畫面帶回來 我們的 這一顆掛果 超誇張的草莓維爾特 好 記錄分享給喜愛五花果的好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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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